首先设计上灵感它来源于火炬传递的主会会缓带 于冬奥会核心图形的雪山图景 它要体现的就是冬季的自然景观 与火炬接地传递的这种热情欢快的这种气氛 主身我们选择的是白色 因为白色也是国际奥会的官方颜色 它代表着火炬传递的这种纯洁与崇高 那另外图案上有红色和黄色 也是我们国旗的这样的色彩 那当然它也是圣火燃烧的这样的一个颜色 它这种飘动的这种色彩体现的是奥林匹克的精神 与中国的文化运动的时尚的结合 这次面料我们选择的都是可以抗静电的这种复合面料 有超强的这种吸湿快干的功能 而且它可以防水 同时我们这次火炬制服的面料选择 它有一种抗菌的能力 本着这种绿色半奥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和态度 那我们在整个工艺上也选择了无水印花的工艺 那这个印花是不会产生废水的排放 不会造成环境的这样的污染 我们能采用了这种3D立体的运动型板型的剪裁 可以更加适合于在运动中的这样的一个使用 那同时我们在主身 我们在火炬的装备的主身 增加了透明的白色的胶印的效果 可以呈现这种白色服装的这种立体感 这种立体感 对 使得这种衫有这种连绵起伏 远近不同的这样的感觉 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设计 就是这个服装啊 从火炬手的鞋子开始一直到帽子 对 它有一条红色的线由下至上 对 贯穿其中 对 那这条线呢 其实可以和火炬手手中的这个火炬的红色曲线 形成一个整体 形成一个一体化的设计 那它象征着这种生命的律动和圣火服装 生活的激情